今天来到了晚上的八点钟 大家下午好 那么呢今天是代替 今天是 本来今天是没有我的事情 今天是代替 代替比其他讲师来讲课的缘故 所以呢 并没有想出新的主题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发现到了 我今天要分享的 这个曾经是分享过的 所以呢 再分享多一次就用回旧的赛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专注与费呢 最主要呢今天是看到 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新冠疫情呢 就是跟我们的费部有非常重大的 这个体系相关 所以呢带你们全方面的了解 我们整个费部的构造之后 当然今天就是 只是了解这个费而已啦 然后呢跟新冠疫情 就是我不会讲这个新冠 关于新冠疫情的东西 因为毕竟新冠疫情呢 现在呢那个肺炎本身呢 那个病毒本身它已经变异 然后变异的内容 主要自己我还没有做任何的研究 所以呢我也不置于凭 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给自己挖个坑下个月 下个月呢 尽量的话呢就弄一个 那个变种的病毒 到底是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 就会可能会带到那边去了 然后今天呢就是普通的 我们讲一讲肺癌分期而已 那所谓的肺癌分期就是 在肺癌第一期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第二期的分别在哪里 第三期第四期在哪里的 然后呢 以现在的科技来说的话呢 现在的那个治疗的手段来讲 我没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 所以呢今天大概会讲这一个 OK 然后想要再听多一次的朋友们 这一堂课呢 知情也是有说过的啦 所以呢可以上公司的YouTube 去参考哦 好 今天我也没有特地把把令发出去 所以呢我expect人应该是在 100个左右吧 100个左右 毕竟是星期六还不知道啦 那么 时间 OK不多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肺癌分期全方面了解我们的肺癌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好 肺癌是什么回事呢 关于它的故事呢 我们就要从一个小区说起是怎么样的呢 话说好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肺部可以看得到吗 啊就是这样子 那么呢肺部呢 它们是一颗一颗的那个肺泡细胞 组成的 所以呢一小颗一小颗的那个肺泡细胞 全部凝集在一起那慢慢的就成为我们的这一个肺部 OK 所以为什么它叫了 这个你就不用管它咯 我们要知道就是呢 我们的肺呢 是无时无刻都在工作的 那么它们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呢 就是 我们的空气的输送气体的这个交换 交换啊 然后就是 它们会把氧气输送到全部的我们身体的其他的气管 跟用我们的这个血液交换 可以用血液来交换 那么呢 接下来呢 交换了之后呢 那些不要的二氧化碳又在 给我们的这个肺部给吸收 吸收了之后 再透过我们的这个脂气管给呼出来 所以呢 就完成了这个我们的空气交换的这个首要条件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大家看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肺每天从零点 干到零点一周七天被身体变成零零气 所以呢 它是24小时无间断都在工作的 所以我们不能无数个我们一秒钟都好都不能停止呼吸 如果停止呼吸会变成怎么样呢 就会 我们可能最恐怖的就是呢 会怕到我们的大脑因为缺氧而脑死 这个是最 最怕的地方了 当然其他地方也是 就是需要这个我们的氧气的 好 这些肺里面所注册的细胞叫做什么 叫做 肺泡细胞 OK 肺泡细胞啊 所以在这里 不然要让我们的肺泡细胞呢 生活不受干扰 不只要包吃包做 就是全方面的无时无刻都在提供营养业 这个营养业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我们的血液负责提供过来的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给我们的血液负责输送 然后呢 提供给我们的肺泡细胞 那除了这个包吃包住提供营养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一直都有在的 好不好 所以呢在这边呢 这个安保人员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V细胞啊 我们的白细胞 我们的巨石细胞 NK细胞等等 就是这一系列的免疫细胞 所以呢 这一些免疫细胞呢 他们的工作是防止细菌病毒 肿瘤细胞来闹事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在这里呢 一旦看到有什么 奇怪的这个细胞呢 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它就手鞋会出来 把它给干掉 正常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呢正常来讲呢 你的肺 它不会有 被轻视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呢 它不会 会有那些癌分子什么东西 来去 咔嚼它这样子的啦 但是为什么 我们人会得到肺癌呢 等一下我们就把 这整个病理来解释给大家听啊 OK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呢 几十年呢 都很平静幸福的生活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但是呢 就好像昆英这样子 日子久了 也会对个臂的老王产生好奇 OK 这种人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呢 这些全部都是肺泡细胞 那么就是无端端的 现在呢 以目前的科技来说的话呢 最主要的地方是在哪里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在 这个细胞 它本身不懂的 不懂为什么什么原因 它无端端癌化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这边啊 好 所以呢 在这里呢 看得到了就是呢 我们的肺泡细胞呢 其中一粒 它变成癌细胞 通常来讲哦 它变成这样子癌化的话呢 一般上来讲 其实我们的 这个免疫系统 它也是能detect到它 它也能把它给杀掉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你的饮食习惯 可能是你的 这个 我们的癌细胞太聪明 不小心按到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癌细胞可能会太聪明 或者是呢 呃 我们的 这个辨识系统 我们的这个 呃 免疫系统里面呢 它有两种部队 一个呢 叫做攻击系统 另外一个叫做辨识系统 辨识系统 意味着什么东西 意味着呢 我们的身体哦 有坏人的时候 就是辨识系统 负责是讲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OK吗 最主要是凸显在BC包那一边 BC包呢 它就负责是说 哦 你是好人 还是你是坏人 你是好人的话 我就让你继续做工 我就让你活下来 那么 如果你是坏人的话 怎么样呢 你是坏人的话呢 这个BC包 它就会发出那个信号 就叫 我们其他的免疫系统 来打它 正常来讲是这样子 那么呢 辨识系统出问题呢 就是呢 我们的癌细胞 它太聪明了 它聪明到 它能骗过你的辨识系统 然后你的辨识系统呢 把它当成是好人 主要的原因就是出现在这一边 OK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的癌 你的这个肺泡细胞呢 它就会产生癌化 那么动了这个外面的人呢 就是要叫黑老大啦 OK 因为呢 你从这个照 照出来的话 那个PET scan 你照出来 它就是黑点这样子啦 OK 你肉眼看下去 它也是黑点的啦 所以呢 在这边呢 这个癌化的 这个癌细胞呢 它最可怕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它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会抢走身体的 剩下的细胞的营养素 OK吗 然后呢 让它周围的细胞 好的细胞 逐渐坏死 OK 这个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呢 一旦其中一粒 癌细胞 它出现 然后呢 你的辨识系统 它又detect不到的话呢 怎么办 慢慢的 它就会开始攻击身边健康的细胞 怎样子攻击 把它的营养素全部抢掉 抢掉 就让身边的细胞 逐渐 快死 OK 就是这样子的啦 为了不被发现 它又在 这个保安面前装好人 所以是差不多 是这样子的样子的 所以呢 所以你的这个BC包 它经过时 它又看不到 现在这个是最主要 就是呢 癌细胞 它聪明 它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OK 它能骗得过 我们身体的变识系统 虽然一个人也能骗之变合 但是这样单打读到 迟早会翻成 于是 它就要发展 起了自己的下限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这个癌细胞呢 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死掉 OK 它什么时候会被我们的BC包 发现到 然后干掉吗 是不是 所以呢 怎么这样 它呢 就发展它的下限 意思是说什么东西 它会逐渐的产生 更多的癌细胞出来 OK 产生更多的癌细胞出来 然后呢 这些黑老大 就是 就是 这些黑老大呢 就是叫做肺癌细胞 OK 所以呢 肺癌细胞把健康细胞的营养抢光了 然后导致肺功能的下降 所以呢 这一个是什么东西 这一个呢 我们就叫做第一期肺癌 通常来讲 第一期肺癌呢 就是在你整个的肺部的这个癌细胞里面 他只有 他只有一点点罢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就算靠化了靠什么的话 基本上是能死 基本上就是能把那些癌细胞给杀死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不用什么担心 然后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等一下我会在后面再做一个结论 那这边我再讲一次 我后面我再讲一次 很多时候呢 你会有这个肺癌呢 并不是因为你抽烟 并不是因为你的饮食 可能饮食习惯有关系了 然后抽烟啊 这一些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这个的关系了 因为呢 最主要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细胞呢 它会骗得过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OK 这个是找不到原因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所以呢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一边 sorry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看得到就是呢 这个肺癌早期的话 第一期的话呢 OK 它就会慢慢的发展 它的下跌 它就会慢慢的扩散 然后慢慢的 它就要来到第二期 所以在这边呢 叫黑色肺 所以我们看得到 肺癌里面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是第一期 这个开始是第二期 可以看得到吗 比较大壳一点 OK 所以为什么医生 很多时候都跟我们讲 第一期第二期还是能帮助的到 因为他所伤害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slightly的一小颗罢了 所以呢 你现在 以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药物来说呢 我们只需要专攻这几个小地方 基本来说就能够把它给杀死了 OK吧 然后在这里啊 我们继续看那些啊 OK 所以呢 一期二期 通称为肺癌早期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一个肺癌早期呢 是非小细胞肺癌 OK 它的名字就是这个肺癌的那个简称了 另外一种叫做小细胞肺癌了 OK 这个呢 是在第三期 第四期才会出现 只要你出现在第三期 第四期的话呢 啊 它就叫小细胞肺癌 它的这个肺癌的那个种类又不一样 所以呢 只要发展到那一种种类的话 会怎么样呢 啊 我们医生就跟你讲哦 啊 基本上是没有 那个帮助得到啦 没有帮到了 所以在这边 我看到真的是身边的父母 OK 有几个因为肺癌 过世的人 来跟你们说啊 这个是我找得到的数据啊 第三期来说呢 存活率是15% 第四期来说呢 呃 几乎是没有什么存活率的 你被detect到呢 很大的可能性 会在几个礼拜之内就 人就不见的那一种哦 所以在这里啊 保护肺也好 然后平常的时候呢 把自己的免疫系统练起来 也是非常的重要啦 所以当然不明原因的话呢 我们只能靠怎么样的预防呢 我们只能靠定期检查去预防 OK吧 所以在这里呢 OK 呃 你有什么症状 你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 恶受越来越严重 或九咳不育 OK 有没有这种问题 呼吸急促 喘不过气 胸口肠 感到疼痛 咳血 生硬撒痒 然后呢我只能说你给他一个希望 毕竟医生已经判他死刑了 但是呢 呃过了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不到就 人就不见了啦 我看到他呃他他 他扑他账礼出来了 父亲的账礼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呢 呃 不仅仅今年 今年 OK 今年才上个月 我另外一个朋友的阿公 他呢 是长期吸烟的啦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觉得人不舒服 然后detect到的时候 也是第四期 很多时候 不是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注意他 很多时候你detect的时候 往往是已经是他来不及的那种情况 所以呢 有这种情况的话呢 并不是说癌症 你怕他是什么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呢 癌症本身 OK 我们怕是怕什么 你detect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属于晚期的 一期二期 OK 是可以治愈的嘛 有很大很大的治愈的 这个希望 但是治愈了之后 最怕的就是复发 其实呢 癌症最怕是两个东西的 就是说 第一个是复发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 查到他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属于晚期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地方 所以呢 如果有这个症状的话呢 请大家及时的去注意 OK 对癌症其实除了肿瘤变大 还可能出现其他情况 这就是这些情况 OK 然后还有呢 当第二期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黑色肥 他呢 不爽 他没有很爽 所以呢 他呢 要怎么样 他要发展到第三期上面 OK 不留神用力过门 结果小区之言 没跟上兄弟增长的速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是说呢 他呢 发展的这个 癌变得这个细胞越来越多 但是呢 他的资源不够 OK 意思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的癌细胞 他之所以癌 是因为呢 他对我们的身体 没有贡献之外 他还会把身体周围 好的细胞的营养 给抢掉 对吗 所以呢 这个癌 他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让你周围健康的细胞 给他坏死 然后呢 我们呢 这个好的细胞呢 我们这个癌的细胞呢 因为他把周围的营养 抢完了 所以呢 他不够营养 他不够营养的话呢 他只能怎样 他只能扩散 所以呢 扩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扩散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你身体细胞 其他的营养也给抢掉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极力的阻止他 预防他扩散 OK 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 OK 黑老大这才反应过来 遇到的瓶颈 怎么办呢 裁员 所以呢 不可能裁员 就是说 当然 他不可能把他身体的这个癌细胞 给他杀掉的话 怎么办 他只能扩散去别的地方 所以开始进攻 全面覆盖朝三四 三七四七进军 开分店 所以是这样子呢 他们是透过什么地方扩散的呢 第三期扩散肯定是透过你的淋巴系统 OK 淋巴是淋巴是 OK 淋巴系统 OK 所以呢 这个淋巴系统 它就在我们的全身 我们身体从头到脚 都是游离的那个状态 都是流动的那个状态 对吗 所以呢 他就会 跟着 扩散 明白了没有 OK吗 所以呢 流动的时候 他顺便呢 也把这些癌细胞 也给载 哎呀再到身体其他的地方了 OK 淋巴系统了 所以在这里呢 嗯 他的扩散 慢慢走走走走走走 会怎样子呢 OK 会发展到身体的其他地方 比如说 这一个本来中的是第二期 是这一个的肥 OK 随着你的淋巴系统 它扩散的时候 这个癌细胞 它就会扩散到另外一个地方 OK 只要呢 在肥的另外一步找到 也找得到癌细胞的话 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属于第三期 OK 所以第三期 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OK 第一点 持续性的渴受 咳血 胸闷 胸痛 OK 呼吸发传困难 声音施牙 吞咽困难 OK 颈部 淋巴结肿大 你的颈部 OK 还有什么东西 极度疲倦 体重下降 食欲不振 就是这几个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转眼就到了新的地方 脚也不歇 马上重操起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味道 怎么样呢 它就一样的 去到了其他地方 它开了分店之后 它同样的也把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的其他营养 都找 就是都抢走了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统称什么东西 第三期统称 局部晚期 OK 第四期叫做晚期的 这个叫做局部晚期 一部分 因为它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肺癌呢 叫做小细胞肺癌 OK 小细胞肺癌 就不一样了 它跟这个肺小细胞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小细胞呢 它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于呢 这个小细胞呢 它会怎么样 它呢 生长速度比这个肺小细胞 还要快 这个是最主要的 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小细胞呢 它也厉害在 它能渗透到我们的血管 跟淋巴 来扩散 加快它的 这个 势力 所以呢 一般呢 患者在被诊断出 此爱症时 已经死于 急不晚期了 所以第三期 为什么 很难 因为呢 它不是一个地方 罢了 你以为 左边的肺 扩散到右边的肺 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 因为 你的淋巴里面 也有这个 癌细胞的因子存在 你的血液里面 有这个癌细胞的因子存在 所以它难搞 就难搞在这一边 OK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分店开业成功黑社会的势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在这边呢 OK 我们怎么办啊 他们 要开始又在生孩子 所以我们这里看啊 所以这怎么办呢 它就开始转移 OK 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可能他们就 这个我们的癌细胞里面 它里面有冒矛盾 闹矛盾 就是突然间不懂为什么啦 反正就是不明原因啦 OK 他们就开始分歧 所以呢 分歧过后 他就要开始转移 这一个 呃 一开始的那个肺细胞 跟接下来的肺细胞 他可能闹不合的情况 他就转移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来到我们真正第四期 OK 所以呢 怎样滚呢 他可能闹不合过 这个我们的 呃 第三期的这个癌细胞呢 他又 透过我们的淋巴系统 然后呢 跑去其他地方 所以第四期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什么地方 他走的地方更加多了 更加阔了 所以怎么样 有肝 骨头 大脑等等 OK 这个就是 我们的第四期 所以呢 来到这边的时候 为什么第四期很恐怖 因为呢 你全身都是毒 那些 毒呢 毒瘤呢 已经 在你的身体 到处 都是 最可怕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再看 所以俗称肺癌晚期 在这里 而当肺癌发展到第四期的时候 治愈的难度就比之前高了很多 这个 我们也是非常的保留 我们没有说 他是完全不能治愈等等 他的难度是真的很高 但是呢 几乎是没有希望的那一种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只能跟大家以目前的医疗来讲 还是圈圈大家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能找 对的 能早一点发现的话呢 当然是最好的啦 然后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去做检查 好不好 然后呢 看看身体真的是有 一有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 现在可能医院都很忙 医院全部的 全部都是非常那个饱和的状态 已经病临崩溃的状态 但是 如果呢 平常呢 没有这种问题的话 请定期的去医院做检查 然后呢 刚才有我所说的 那你有酒壳啊 咳血啊 呼吸困难 胸闷胸痛啊 持续一直持续的状态 这么多天还不能好的话呢 麻烦去找医生 然后呢 对症下药 好不好 所以 肺癌加早期发现的话呢 治愈率是相对糟糕 可惜的是 多数人发现时 已经是相对难治的晚期 OK 虽然是晚期 但部分的话 其实是局部晚期 所以呢 如果你在第三期的时候 哦 还好 其实呢 在这边呢 有很多方法 可以让大家参讨啦 以目前的医疗上面来说的话呢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呢 我们的这个放射疗法 OK 然后 第二个呢 化疗药物 当然这些全部呢 它都是非常的有限的 我们不能够100% 保证它能够好的 在这边 然后 最好的就是呢 就是手术解除了 手术解除也是非常伟大了 这个 OK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过去30年 你常用的方法 虽然有一定的效果 但无奈肺癌的治愈率 依然很低 而且常会复发 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边 问题呢 就是出在你的辨识系统 那边出了问题 OK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有之前有听过 我讲的课 如果有听到 我讲的课呢 这些有听过 这个PDR1的意志 这个呢 是获得了诺贝尔学奖 本书又先生 他发明出来的 这个方法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OK 来 它会让你的 整个人 达到这个 飞行的这个效果 在这边 既然有时间的话呢 OK 我来跟大家 解释一下 这个 PDR1 它是怎么样 当然 离开了这个 PDR1 这个治疗方法 只要大家知道的话呢 给大家有一个门槛 让大家呢 能够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希望 所以 等一下啊 看一下我的这个screen啊 我的这个PDR1 跑去哪里 竟然忘了开刚才 不见掉了 不好意思啊 朋友们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你不要用这个PDR1的这个方法的话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大家不妨呃可以用我们的inchaga来代替了 因为啊 虽然原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原理了 但是呢 基本上有一点大同小异的地方 所以它是这样子呢 大家看得到我的这个screen吗 所以 哦 我说错了是T细胞哦 所以呢 一般细胞是它是怎样子detect到我们的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癌细胞 我们的癌细胞呢 它会怎样子呢 我们的癌细胞呢 它会跟我们的一般细胞 OK 我们的T细胞 它呢 会伸手出来跟我们的这个T细胞上面的这个PD1 OK 两个手牵手 OK 手牵手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哦 只要它发现到了我们的这个一般细胞有这只手的话 OK 这只手啊 这只手啊 为了让大家放得更清楚 我就 放不同的颜色一下 为了让它有这只手哦 只要有这只手的话呢 你的T细胞呢 就会把这个细胞当成是一个正常的细胞 OK吗 它就当成是正常细胞 然后它就不会打它 那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东西 问题是现在的癌细胞它很聪明 OK 现在的癌细胞呢 它呢 也是会伸出一只手 跟它手牵手 让到你的这个T细胞 哦 以为这个也是好人 这个问题就出来这边 它会伸出这只手了 这只手啊 OK 那我也放不同颜色啊 就这只手 所以呢 会误认你的身体的这个癌细胞也是好人的关系 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哦 它基本上不是出问题 是因为呢 癌细胞它太聪明了 现在原因也找不到为什么它那么聪明 然后呢 现在的这个免疫疗法呢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东西 它是有一粒药 它就是药来的 这个药呢去到你的身体里面 它就 打这个是药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这个药呢 它会做什么呢 这个药呢 它就 好像是一个阻断器 这样子 它阻止 TD1跟 PD-L1 OK 这两个手牵手 所以呢 你的T细胞呢 因为它 让这个TDR1它阻止它不能手牵手的关系 所以你的T细胞自然而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敌人 OK 把它当成是一个敌人 所以呢 这个是最新的这个疗法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呢 是利用的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疗法 它自己攻击的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它的副作用相对来很少 之外呢 它的存活率也大大的增加 OK 达到真正的肺疫情的这个效果 OK 明白吗 所以现在呢 大家呢 也是啦 让大家这边请怎么说呢 因为呢 毕竟我们的这个病毒呢 最主要就是攻击我们的肺部的系统 所以呢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 请好好保护你的肺啊 OK 让你的肺呢 多清 干净一点啦 OK 达到这个肺疫情的效果啊 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看一下啊 通过放化疗加PD-L1的这个抑制剂的组合疗法 改善了以前三期肺癌高复发的问题 怎样子说呢 以前呢 这个化疗来说的话呢 OK 它可能小了之后 OK 它小 它变小了之后呢 但是它还是会复发 这个还会来找你 所以 根本上来说呢 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跟这个癌细胞呢 它太坏蛋 它太狡猾了 那边出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放了这个PD-L1的这个药物下去的话呢 这个药物呢 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 让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它就阻断它 所以呢 它不只会变小 OK 它整颗肿瘤本身呢 它也不会复发 它就是它厉害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药呢 在里面呢 基本上呢 已经让你的免疫系统呢 本身呢 非常的聪明 它已经把那个PD-L1那边呢 它已经放了一个阻断器在那边 让到了你的癌细胞 不能跟它手牵手 所以呢 这个是它厉害的地方 OK 这边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那个药的话 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查啦 等一下我给你们一点那个药物的资料 OK 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标准的治疗法 而且还拿得到 还拿到了2016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OK 是受承认的这一个疗法 好不好 所以在这边呢 来看一下 这里的血位有点复杂 为什么我们的癌细胞会在 会癌变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病理学 所以在这边呢 话说我们的肺细胞身上呢 有一个情报源 这个情报源呢 他是负责细胞的分裂工作 所以呢 我们的肺细胞是分裂出来的啦 所以这一个分裂工作呢 这个情报也叫什么东西 叫做EGFR OK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OK 在这边呢 是它的表面的这个蛋白质来的 一种来的啦 然后呢 癌细胞它变就是因为变在这个 EGFR上面 EGFR那边出问题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癌变呢 通常会发生在什么人的身上 非吸烟者 OK 没有吸烟的人 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 某定定基因突变的缘故 什么原因很难讲 还不知道啦 但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压力 OK 饮食习惯生活作息等等的 这些东西哦 OK 来 接下来看啊 女性身上很奇怪的就是呢 这种因为基因突变而变成了这个 呃 我们的肺癌呢 很大的可能性都会发生在女性 我看到 呃 我找到的资料以医生 他给我的资料来说的话呢 呃 女性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比较多的 OK 我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EGFR呢 他天生丽质 OK 他本来是好好在做工的 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吗 然后呢 偏偏呢 他呢 做什么东西呢 来我们来看他是怎样子工作呢 他是负责收到信号 他收到信号过后 他就下指令 他下指令过后 然后完成整个细胞分裂 EGFR就要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 他的作用还会影响细胞生长和分化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命运弄人 我们的EGFR呢 直到退休也没有过爱情 然后呢 只燃一生 他就带着遗憾离开 本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构造 OK 我们的这个EGFR呢 他从出生到死掉 他就是在做他的工作 怪怪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OK 他突然间不爽 他突然间就是因为不明原因 可能你们的外来刺激给他的问题 OK 这里呢 为什么要给你们讲他是爱情呢 可能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 可能单身过久 他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种原因 太渴望爱情的那种 荷尔蒙影响到你的基因突变 也说不定 OK 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OK吗 朋友们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细胞生命周期 身体里的细胞才能不多不少 刚刚好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爱情的质量的关系 他就慢慢的基因突变 可以悄悄的黑化 所以呢 他黑化 他要做什么 他要干事业 所以在这边呢 他会慢慢的发出过多活跃的这个指令 然后呢 无端端的发出这些分裂的指令 让你的细胞疯狂的分裂 所以呢 这个疯狂的分裂就会造成细胞增生 就是本来那个增生哦 他是良性还是还是恶性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呢 你在良性的期间呢 你可能你饮食习惯不好 你心情受影响或者是病毒 OK 病毒入侵 造成你身体的CRB 它那个C反应蛋白它增加的话呢 逐渐的 这个肿瘤呢 会从良性的就变成恶性 这个呢 就是癌 肺癌 它来的另外一种原因 即使你不抽烟 你没有抽烟 你 生活 你没有抽烟 OK 生活都是也是很好的 缘故啦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 OK 明白了没有 所以 科学家拿这个黑芙蓉 没办法 只能用粗暴的方式 将它控制的癌细胞 和它的细胞一起干掉 所以呢 这个 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统称化了 因为攻击目标太广 好的也杀 坏的也杀 导致呢 你坏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就很虚 你整个人就很弱了 明白了没有 现在目前上来讲的最多 还是属于靶相治疗 靶相治疗 靶相治疗 等一下 怎么是靶相治疗 这种药呢 有清晰的攻击靶脂 所以称为靶相药 靶相治疗是什么意思呢 靶相治疗就是指攻击 我们身体那些出问题的 出问题的矮细胞分 OK 它只攻击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呢 它不会攻击 这个呢 就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的细胞的 这个靶相治疗的一种 治疗方法 好不好 但是靶相治疗 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呢 它还是会复发 OK 只有呢传统 现在不传统啊 最新的这个PDR1的 免疫治疗法 它是受认可 也是最靠谱的 OK 最早的靶相药 称为一代靶相药 OK 进入了身体很快就找到了 传说中的 这个EGFR 所以呢 这个是它传统的名字 药的名字 都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黑芙蓉就像 它好像是这样子来讲啦 OK 这个药进去里面呢 就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癌化的这个蛋白质呢 让它忘记发信号 所以呢 一旦忘记发信号怎么办呢 我们身体的分裂的这个情况也不会出现 OK 它也不会异常的分裂 你也不会有细胞增生的问题 所以呢 信号被阻断 癌细胞的分裂也终止 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再来第二代靶相药 它第二代靶相药 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代靶相药呢 除了能够抑制这个分裂之外呢 它还能抑制副作用 OK EGFR出来的副作用 因为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 如果呢 你是EGFR功能异常的情况之下 你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 比如讲皮疹 皮肤烧痒 腹痛腹泻等等 然后呢 第二代的呢 就是除了能够攻击 专门攻击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呢 它还能抑制这个EGFR所带来的副作用 OK 这个是第二代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 在接下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第二代就是这样子的啊 当到记录状态 然后把黑芙蓉的这个 OK 它就是勾引它就对了啦 反正发信号呢 让你的这个 呃 身体的EGFR呢 它不能发信号的关系 OK 这个呢 叫做不可逆反应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呢 第二代的这个靶腔药呢 它厉害在它除了EGFR之外 然后呢科学家们还发现到什么东西 我们呢 这个呃 会产生癌化的另外几种原因呢 可能这个细胞因子蛋白质也 包括了ERB B3 ERBB2 ERBB4 这些都是科学家找得到了 OK 再想起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去做这个 去上网自己去查资料啦 毕竟我不是科学家 所以呢 在这边呢 能给大家带来大概的这个资讯 OK 所以在这边呢 第二代它的攻击目标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呢 是第三代靶腔药 第三代靶腔药呢 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它呢 是针对于高度的特定基因突变选择性 OK 所以呢在这边呢 呃也是有啦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 然后呢 中国呢也是有 他们有发明自己的这个特效药出来 所以呃如果呢 这些把上要出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能够大幅度的把第一期 第二期的这个肺癌的问题给治愈之外 啊第三期呢 能够提升存活力 然后呢 第四期呢 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 而通常来讲呢 第四期有做过临床实验 所以有PD-L1是非常的好 OK PD-L1的那个免疫治疗法的那个药 因为呢 那一个呢 它不会有药物的副作用 这个是第一点 OK 第二点呢 它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自己工作起来 它不是靠药物吗 它只是给你的免疫系统的一个材料 让你身体的免疫系统自己去工作 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当然呢价格也是很贵咯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要怎么样选择尽人见证 那么针对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靶向药的这个说明 就说到这边 然后那个PD-L1呢 大家来看一下 PD-L1它的这个费用是非常的高的 它的费用 OK 它费用是非常的高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 收价呢 一名患者一年至少需要300万日币 马币120千 OK 这个只是药物的治疗罢了 还不包括其他的治疗 可以吗 差不多是它的价格 差不多是在这边左右 所以呢是非常的昂贵 那么在这边呢 以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普剧糖来帮助预防 而普剧糖的出现呢 跟这个PD-L1的这个免疫治疗法 是差不多一样的 它差不多一样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因为PD-L1的免疫治疗法 这个药物呢 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自己做工 所以呢 这个药物进到我们的身体 它不只是对肺癌 它对什么样的癌 几乎只要它是癌症都有帮助到 只要那一个癌症呢 是因为太聪明 OK 自己自己太过聪明 然后呢 他聪明 然后能够骗过你的免疫细胞 这一种的啦 T细胞之外的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一个药都能帮助 当然 初步以前的临床实验的这个资料 看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的这个民意治疗法呢 它不是讲100%的咯 OK 它不是讲100%的 它呢 最主要是它的治愈率高达有65%以上啦 以第四期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的高了 好不好 所以呢 也是能帮助得到的 然后呢 再来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普吉堂 普吉堂呢 就是在我们的卫士康里面有的 然后它跟一般的普吉堂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它跟一般普吉堂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在于它的这个构造的不同 OK 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最多我们的普吉堂 你可以测那些营养餐就有对吗 那些营养餐呢 最多是蘑菇的啦 蘑菇的普吉堂 OK 它是直线的 所以呢我们的普吉堂呢 它像一个弯钩这样子 好不好 好像一个弯钩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弯钩呢 是做什么东西的呢 OK 它呢本身是因为结构的不同的关系 结构的不同 在这边呢 如果有信任的话呢 如果你们要知道它结构不同的话 好 我在这边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糖 OK 我们身体的糖 OK 基本上我们叫lucosa OK lucosa 所以呢 我们的糖呢 OK 也好 我们身体的原子都好 我们身体呢 基本上是用碳组成的 OK吗 用碳组成的 碳是什么东西 碳就是carbon 所以呢 以构造来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C啊 C 看到吗 这个C啊 这个东西 carbon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些线啊 这些主要的线呢 它们都连着我们的C 然后呢 以前我们读书 读出来是什么东西 我们读书 读出来的就是呢 我们的C 一个C呢 肯定借四个手 你看到一个C有一个他呢 他肯定有四个手 然后呢 一个O呢 他一定是两个手的 OK 他这个这个是死死了的 一定是死死贝了的啊 然后一个H就是一个手吧 所以可以看得到 只要C他一定有四个手的那边 只要是O呢 一定是两个手 只要是H呢一定是一个手 所以这个O可以看得到吗 这个O他就借一个C 借一个H OK这样子看的啦 然后呢 那边呢 另外一个要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呢我们从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他的构造不同导致他 整个的这个整个方生 跟其他的这个蘑菇啊 跟这个燕麦啊 之外的这些普及糖完全不一样呢 然后在这边要看得到就是呢 是因为他的结构的关系 怎么样结构呢 以前我们是怎样算 为什么公司的普及糖叫做Beta1316呢 很简单而已 以前我们考试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是怎样子看我们身体的碳 哎这个东西怎么跑出来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OK他是怎样子跑出来的 很简单我们就从这个O开始算了 OKO的右边 OKO的右边啊 OK开始算一 如果第一个C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C就是属于第一了啊 然后二第二个C咯 三第三个C 总之这些排位啊 这个Beta1316 这个13的意思就是 算这个C的排位在哪里 OK吗 所以呢 来我们看他是怎样子见的 很容易吧 非常的容易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啊平常他们是怎样子见的 Beta的意思是什么呢 Beta的意思呢就是 ZIGZAK这样子的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这个是肯定的 Alpha结合是什么 Alpha结合是两个都在下面的啦 OK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啦 然后呢 Beta来说的话是怎样子说呢 Beta1316是什么 你看啊很容易罢了 从左边 右边算开始呢 对吧 一 啊 一二三 第三个 就接去另外一个葡萄糖上面 OK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是第六个C啦 所以第六个C 在这边呢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呢 他就接在这边啦 所以这个算是Beta1316 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名称就是在这边 因为呢 它呢 是第一个位置 接去另外一个的第六个位置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是第一个位置 接去第三个位置啦 所以它叫Beta1316 但是呢 就是好死不死 那么这个接去 这个方程式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构造 大幅度的提升了它整个样的免疫力 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哦 这一种构造啦 吃进去我们的身体里面 你的身体是不认识它了 OK吗 然后呢 它不认识它 它有这么复杂的结构 结果呢 你的免疫系统 就会把这整个Beta1316 菩提糖 当成是外来的敌人 OK吗 只要你吃进去 它就会攻击它 明白了没有 然后呢 这个Beta1316呢 它呢 就会附着在身体的病原体 比如说癌细胞 比如说发炎因子 发炎的细胞 OK 比如说身体的肿瘤 只要你的身体上面 上面有东西叫做病原体的话呢 OK 它上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Dectin1 好不好 Dectin1 然后呢 我们的 这一个Beta1316菩提糖呢 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接 接进这边 OK 跟这个Dectin1连接在一起 只要它是病原体 我再重复多一次啊 来第一点重点啊 重点的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Beta1316菩提糖是我们的身体的 免疫系统不认识的东西 因为不认识它 所以要攻击它 因为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呢 第二点呢 我们身体的病原体 这个 它现在呢 它是发炎因子都好 它是发炎的细胞都好 它呢 是肿瘤细胞 它是癌细胞都好 只要它是属于病原体 病原体上面 一定有一个瘦容体 叫做Dectin1 OK吗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细胞就对了啦 好不好 这个不好的细胞上面 有一个地方叫做Dectin1 OK吗 然后呢 因为这个菩提糖的构造的关系 这个菩提糖呢 它就能够 附着在这个Dectin1上面 OK 它就能够附着在这个Dectin1上面了 所以我看一下 我画给你们看 它基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等一下 我就跟它放小 我要怎样子做呢 我跟它拉大 所以呢 它的基本上它是怎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要给你们看一下 OK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Dectin1 然后呢 它就会黏在这边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可以吗 然后呢 你的这个概念 如果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它不认识 它顺利的骗过了 那个PD-1 PD-1 的这个狡猾的癌细胞 它可能会骗过你身体的这个病原体 OK吗 但是呢 它 你身体的T细胞 它认识这个普及糖 它还认为这个东西是坏人 所以呢 自然而然的 这个东西如果它黏在这个Dectin1上面的话呢 你身体的T细胞 它就会攻击整个病原体 不管现在它是属于癌细胞 不管现在它是属于发炎因子 肿瘤细胞等等 它都会去攻击 然后导致你身体的这一些病原体 它就能够快速的消失 可以吗 这个就是它的原理所在 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好 朋友们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这个是Inchaga 它普及糖 它厉害的地方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看啊 现在来说 如果你身边的真的是有个阿弥陀佛 它重量的这个COVID-19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了嘛 病毒会攻击你的细胞 导致你身体的细胞发炎等等 不要变到不健康等等 这一些问题了 然后呢 普及糖的出现呢 它能够大幅度 而且又是属于天然性的 增加你身体的免疫力 最主要就是能启动 你身体的这个体细胞 让它能够辨识 能够好好的工作 这个是它厉害的地方 第一点 再来第二点呢 我建议你们 为什么有这个中了COVID的人呢 我都建议它吃大量的rich rich的搭配我可以给你讲 你可以早上一包 下午一包 晚上一包 如果呢 你有经济能力的话 就早上两包 中午一包 晚上两包了 这样子吃的 早上是 你元气吸收满满的开始 然后晚上的睡觉之前 你给你身体足够的营养 让你身体呢 的免疫系统 在你休息的时候 能够有足够的原料去打仗 那可以的话呢 就是三包到五包 这样子吃 可以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rich 我们的rich呢 它含有一个成分 最新的rich 第二代rich 它呢 有一个成分 叫做角砂锡 这个角砂锡呢 它是提供氧气给你的肺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 为什么现在 严重是严重在哪里 这个病 这个病呢 很严重严重在呢 你的身体 它的血氧不够 这个是第一点 血中的氧气不够 它氧气真的是完全不够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 医疗体系的崩溃呢 导致很多人需要用ventilator 需要用呼吸器 但是呢呼吸器 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他们就想 中了这个病毒 好像是被淹死那种感觉 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的身体缺氧 OK吗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能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OK 这个不是 医生咨询呢 这个是一个 以营养师的角度 来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呢 就是你们可以 不妨试试看 吃大量的角莎西 OK 就是我们的rich 外面的这个角莎西 就是一般他们都是 从那个鲨鱼那边过来的嘛 但是我们的rich 喝进去的水的成分 把那个氧气给找出来 把那个氧气找出来之后呢 提供给你的身体 大幅度的供养能力 美水这两个产品呢 是我针对于 这一个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生病 如果有新冠肺炎的患者的话呢 给你们最高的建议 那么呢 再来另外一点 在这边呢 还看的就是什么东西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呢 如果什么样的时候判断 你要进那个ICU 或者是呢判断你要给大量的这个类固存呢 类固存一般上呢 给那个20mg差不多啦 如果呢你给到很严重的那个地步呢 是给到200多啊 250左右呢 maximum那一种啊 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身体哦 在你被这个病毒攻击的时候呢 它攻击它的之后呢 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分泌一大堆的CRB C反应蛋白出来 OK 让你身体的发炎情况越来越严重 然后久而久之呢 让你身体的这一个越来越弱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如果你的身体呢 它弱的话呢 你的身体的治愈能力 它相对来说它就会减少 所以在这边 如果可以的话呢 刚才我所说的两种 OK 两种的那一个 呃 的营养品之外呢 大家可以大幅度的增加balance的社区 OK吗 大幅度的是多大呢 一天三包 一一一这样子吃 一一一 OK吗 呃 我怕你们吃太多 有些人可能会呕 OK 啊 这这样子就不是很好啦 OK 因为这个balance呢 它能提高饱腹感激素 它能让你觉得很饱很脏的那一种 所以呢 也不能吃太多 但是呢 基本上呢 一一一朝五碗 各一包是可以吃的 这个是呢 我针对于 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呢 给大家的咨询 当然呃 以为的产品是没有害的啦 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你们要额外加喜乐包 要额外加动铃 当然这个是属于加分体 你们可以自行加 然后 以优先来说的话呢 我个人优先 叫你们加的是什么东西 interguard reach 跟我们的balance 好吗 朋友们 那么呢 时间就来到了差不多九点钟 我的课就到这里 今天是非常短暂的 也没有很长啊 那么啊 谢谢大家 然后在这里呢 开放Q&A啦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 询问的吗 有什么想的问题 询问的吗 当然 不要讲重了 才紧紧张张 要吃那么多 你们可以在预防的期间 就已经那么吃 你把你整个的这个肺部的功能 给强壮起来 OK 整个肺部的功能强壮起来 你先每天都提供它 足够的这个绞杀系 提供足够的这个reach 这个reach呢 对你的肺部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边呢 有些人他们中了COVID 一定过他们来问我 然后呢 问我为什么会 为什么需要reach 所以呢 我今天就把这个病理 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好朋友们 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呢 以下开放Q&A 好 谢谢大家 Q&A时间到了 还有问题吗 今天可能人数没有很多 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毕竟我没有发令给任何人 但是还是这么多人来捧场啊 谢谢你们啊 今天没有人来询问了 很难得已经没有人来询问 OK吗 还是有人要交流什么东西吗 有人 从COVID那边痊愈的人会有吗 这边 毕竟呢我们现在呢 真的是越来越 严重了之后呢 只能 我们要从保护自己开始 OK吗 你可以选 你可以选择吃产品 如果你不要吃产品 然后我个人在这边给你 建议是什么东西呢 你这边呢 维生素C 真的要多摄取 但是维生素C只能提供 提升免疫系统 它不能够提升变数系统 在这边老实跟你们讲 然后再来 第二点呢 就是你们每一餐尽量 尽量可以的话呢 三种颜色的蔬菜 都有吃到完 OK 红色你可以啊 灯 枝灯椒番茄那些呢 橙色你就 萝卜南瓜这些东西 青色呢 就是吃 普通的蔬菜的 可以到就这样子吃了 蛋白质就 不要 有煎炸烘熏烤 好吗 煎炸烘熏烤就少一点了 OK 来 如何要保健吃 保健吃的话呢 就是你每天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你可以一天吃 每一种产品哦 除了硬加果油之外 每种产品吃一包 可以吗 那时间不定 时间你不用固定他的 大部分你全部 你就是 饭后吃就对了 OK吧 你饭后吃 然后呢 硬加果油你可以吃两三包 其他的 你可以一包开始 明白了没有 保健啊 这个是你保健的方法 OK What product should I take 就是你出 你出去的时候呢 最好是你喷 喷全身 然后呢 如果你要以预防的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刚才我所说的三种产品 了 OK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很重要 我们的 很重要 你三种你就吃 根据你的经济能力而吃 好不好 当然每一个呢 都是从一包开始 你可以加量 没有问题 有 我跟下个你们讲啊 来这个是谁啊 枯松 枯松啊 枯松 枯松 枯松话啊 OK来跟你讲 枯松话你的问题呢 是说 我们 会 detect到这一个 COVID 第一点哦 它是属于病毒 它不是细菌 OK吗 细菌是生命 病毒不是生命 病毒只能在你的身体 它才能活 OK吗 因为它在你的身体才能活呢 它呢 就要靠你这个人呢 去传染给其他的人 这个是病毒它的特点在这边啊 OK 然后呢 COVID 康复 如果你康复的话 你身体还有病毒的话 医生不可能放你出去 再去传染给别人 对吗 不可能呢 OK 基本上为什么你 身体呢 会有这个 你能够出院 你能够 自由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 你身体还是有病毒 但是那些病毒 已经是变成了尸体状态的病毒 它已经是死的 然后它没有传染力的 所以呢 你就是属于COVID的康复者 OK吗 再来 Omega7 Omega9 对啊 是啊 是需要Omega3 比较多啊 这个是对的 现在是什么东西呢 培力不是Omega9 培力呢 它是Omega6跟9 OK吗 所以有些人吃的比较热一点 现在新的培力呢 因为它6跟9 再加一个 脚沙吸的关系呢 你吃的可能不会这样热 OK 供养它会消炎 明白吗 然后 再来呢 Omega7啊 不是说我们身体是人 是能制造 但是身体的 随着你年龄增大 OK 随着你年龄增大呢 可能 你就会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压力啊 饮食习惯等等 导致你的肝脏 不能够制造这个Omega7出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吃 如果你的肝脏它能够自己制造出来的话呢 你身体的发炎指标就不会那么的高了 OK吧 然后呢 你的 你身体有足够的Omega7的话呢 你的 正常人 身体有足够的Omega7啊 你不可能有肚兰 我讲的很简单 OK 你就是这样这样子 看你身体够不够Omega7 不够的话你就要吃 明白了没有 我们身体的确需要Omega3 这个是一定的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 营养学已经是这么教你 课本书上死的都是这样子教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不要跟他们讲咯 以保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每一种产品你就是吃一包了 然后呢 硬加果油你可以增加 因为呢我们需要Omega3还是为主 还是我还是每次我都会重复同样的东西呢 OK 来再来 Lung cancer Franco skin is very chill on both legs Bull blood count some time Normal some time low OK How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Use in child Easy skin 所以在这里呢 可以看得到是什么东西 大家有看到吗 EGFR 如果你Lung cancer 因为EGFR异常的话 你的身体就会很痒 OK 这个是你身体的蛋白质的基因突变的问题 找不到原因的这一个 OK 找不到原因的可能是荷尔蒙四条等等 我不懂 OK 但是呢 以这个EG skin来说的话呢 EG skin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你身体的血液里面都有那个癌细胞在那边流动 导致你整个痒的关系啦 所以呢 forEG skin 你又没add on OK 大量的你可以试试看 我们的这个intraguard OK 益神经是很好的 普吉糖也是很好 对于 对一个对抗这个皮肤烧痒的问题 好吗 好吗 我再来看啊 常常干渴要吃什么产品 吃rich OK rich跟intraguard 两个 OK 如果吃太多赔呢 和赔利OK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我最高记录一天五包吧 五包rich OK balance的话我最高记录一天六七包 没有问题 可以干细胞移植和治疗癌症有帮助吗 这一个呢 干细胞移植呢 是见仁见智的 这个是别的 这个是医疗的那个科技 所以呢 我们不置于平 不置于平 只是呢 来给你们 总统称的了解一下 现在的干细胞移植呢 它的发达 它的技术也是很发达的 不过呢 很多都是骗局 骗局会比较多一点 OK 小孩子只适合吃rich吗 适合 适合 但是不需要太多 半饱 以现在的宝剑来说半饱了啊 不客气 不客气啊 请问老师 为什么有人吃injagat会 会有门牙 哇 牙龈肿已经有好几次了 在这边我可以想象到 可能是你的牙龈 有一些病原体在那一边 OK injagat的普及糖 他黏在那边了 可以吗 他黏在那边 过你的你的免疫系统 去攻击那边 去攻击那边 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有可能是这样子 OK 如果你在单行的话 你可以去 check一下你的牙龈 有什么问题 可能你的牙龈有那个牙 牙什么牙周病啊 可能有一些细菌 在那边也说不定 好不好 勤勞刷牙 保持牙齿的口腔的干净啊 经常被痛是否与肺癌有关 经常被痛啊 不是这 不是这这两年痛的了 现在背痛好像跟COVID也是有关 好像也是有 不一定 背痛的话呢 有可能是你腰间盘除 有可能是你的肾脏那边 那边也有关系 所以呢 最好的就是去检查 去检查 比他命C是增加免疫系统 那变色系统要吃什么 吃普鸡糖 普鸡糖 OK incha OK 作业只适合吃硬胶果有吗 可以 便秘吃什么比较适合 便秘的话呢 一生菌吃多 然后呢出千维吃多 芹菜木瓜 这一些东西 OK 然后呢 如果是遗传性便利的话呢 这个就帮不到你了 可能是血压的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这个运动 运动不够的问题等等 有很多种问题的 便利这个是很深奥的课题 有这个 如果呢还是改变不到的话呢 没有关系 好 你身体其他没有其他健康状况的话呢 你可以就靠一些药也没有什么的了 如果你做叶子期间的话呢 最重要就是你身体 要开开心心的 做叶子哦 不要让自己胡思乱想的一种啊 OK 不客气 It's more Nordules in the lungs And indication of lung cancer This one呢 You need to consult your doctor OK Based on the x-ray Or the PED OK Doctor will judge for you Not just by us Because we are not doctor OK 我们把三种给一起吃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皮肤过敏吃Balance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老师如果有严重的胃酸导流 应该如何解决 目前都在吃369一包 Pain的一包贝力一包 Injaga一包 肖胃 胃酸导流 胃酸导流是你的胃的脂肪没有力的 OK 那个就好像你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盖吗 对吗 OK里面都是你的胃酸 你的这个盖收了怎么办 跑出来的 OK 是这个盖出问题 这个盖是一个muscle来的 所以你要增加这个muscle的力 OK 这个muscle的力 这个muscle 这个muscle muscle就是脂肪嘛 对吗 脂肪是最主要是什么东西 你要蛋白质 OK 你可以小破 你可以增加加多几包 没有问题的 小小破加多 加多两包 然后 早午晚一包看看 早午晚一包看看 OK 看能不能帮助到 Tiroid No Deuce 没有割出会癌便吗 已经超过20年了 癌便这个呢 谁都说不准了 谁都说不准了 这个东西 会不会呢 是CRB 看你身体的CRB高不高 然后呢 第二点呢 照话 看照话 OK 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 所以最好的还是去consult your doctor consult your doctor 是有这个几率的 如果你CRB本身不高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会变癌症 好吗 好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朋友们 可以继续问 你继续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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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oth is acceptable OK 都没有问题 自由的 这个没有没有固定的 CellPro 没有没有固定的 在我们的这个interway里面 就是鼓励啦 OK 放钱放后都可以的 就是这个CellPro 然后那个东霖 还有Rich 三个放钱放后都可以 剩下的都是鼓励放后 你要放钱也可以的 没有人 关你 CRB是C反应蛋白 OK C Reactive Protein 可以上网自己查一下 它是发炎指标来的 然后呢 我们的Balance 这样这个CRB是非常的快的 OK 因为Omega7是专门的 你降降低它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How to plant child on the head in order to grow dark and more 就是你吃完啊 吃完剩下那个 你直接涂在 涂在头发上面就可以了 没有no harm 那都可以 有的 你不可能倒整包下去吗 太油了 太油了 OK 当着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normal的头发油来用 你平常怎么用头发油你就平常怎么涂了 OK吧 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杜兰啊 少Omega7啊 哈哈哈 OK 杜兰啊 为什么有杜兰 杜兰那边都是糖来的 都是糖来的 OK 证明你的肝脏哦 他们有Omega7去消它了 所以你的肝脏才把那些糖全部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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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射整个 OK 因射到你大量因射过下去 基本上是可以帮到的 当然如果你要 你要 调味的话呢 啊 理性也是不错的 How to cure Cu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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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not saying cure Curing Even doctor don't dare to say cure OK prevent prevent so 如果是基因突变的话 Base on because of caused by the genetic problem so so this one just you can ask God but if normal from normal reasons just you you may reduce your smoke okay and your habit okay healthy lifestyle just maintain healthy lifestyle how to cure bad breath 口臭呢口臭呢它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你肚子饿的关系身体燃烧蛋白质的时候产生的同体让你的口气有气味第二点呢是你的牙齿的细菌可能藏在你的牙蜂那边你刷牙也刷不到了这个你就要去找洗牙第三个呢有可能是你扁桃线的问题你扁桃线那边呢长了石头一粒一粒的石头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你要去找 找医生ok三种给你了啊找医生 然后第四种不用讲了其他的就是那些便秘啊什么东西会造成的啊这个就是你要对证下药了啦 如果你一开始觉得你有 acid stomach的话呢你就马上吃三包下去 可以马上吃三包下去 来 这次也会冒很多汗是为什么冒很多汗呢 可能是心剂啊 ok 那个心周围可能是很多血管阻塞然后呢 加速那个喜欢心跳太快的关系就会冒犯啦 ok或者是血液循环增加你就会冒犯 因为这些都是好转反应喝多一点水或者是减少这个产品就不会有问题了啦 有刺肠二十几年的有危险吗每个 呃刺肠是因为你的脖子太弱了 ok你屁股的脖子弱结果他就露出来结果那个变脑太硬的话就割到他就流血 所以呢刺肠的问题呢 这个呢 呃有没有危险也不是我讲的啦 那我基本上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哦 OK 呃 邱妹请不不客气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吗 朋友们今天的问题 嗯 很多不错 不错 哈哈 有人要 开麦什么的吗 我啊没有你们呢你们可以开麦 你怎样啊没有 你们可以啊没有你们自己啊 我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晚上睡的也冒汗因为你晚上你身体的心团也是会在走的 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呢身体排毒还记得吗他们讲 10点是零八排毒啊几点是什么排毒是吧那个那个身体在走动循环在走的时候你就会冒汗 呃不客气啊我很喜欢你们发love给我 好不客气 好谢谢老师 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还有问题吗 谢谢 下个月 OK 下个月好 可能是两个啊 呃第一个的课题呢是 介绍 市面上 我会马上一刻起来的啊 市面上的 一些 护法产品 的里面的化学 所以呢你们看的那个你们来上了我那堂课过我会简单的讲 上了那堂课之后呢你们会怎样呢 你们会懂得 看ingredient 护法素的ingredient 呃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会增加什么东西 我会增加护肤品 护肤品我会增加 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洗脸酸越洗越多pimpers 什么样的防晒 越洗越越涂越多pimpers 什么样的 呃那个洗发液 洗了反而会有头皮屑 OK 什么样的反而让你更干燥有一些更起红疹啊这些东西我都会去讲啦 OK这个是我下个月被自己会做出来的主题 明白吗 来 呃我miss掉你的密堂课 请问现在可稍微在解说呢 呃疫苗课来我我发我发YouTube给你 然后我也是有讲啊关于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的这个 这个主题 OK有兴趣的人你们可以去听啦 你们可以去听来我看一下 找给你 小花 嗨安库老师 嗨 我是Yvonne OK 刚才你后面后面讲的哈有关你脚沙烯的成分对不对 对 你可以再replay 多一次吗我要look起来 对我们这个肺啊他你说他输送那个氧气啊对呢 啊那个讲的很好我我你可以再再讲一次吗我要把它录起来 可以呀 等一下啊 这个 这个那我讲疫苗了 哎 sorry 我发给他 不是那些 OK 疫苗了 啊我现在坦克哈 我会找我一个朋友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做 呃在lap里面呢做成分 就是那些 啊 那些开发了开发的那个成分 呃分析 研究室 OK就是啊 你们这些产品了 OK合不合格 要经过他的lap那边 他们是国家机构的啦 中国的 OK 然后呢他们check完之后呢 他们才会approve你的产品去到市市面上卖 是一个非常 就是什么成分分析师 OK所以我会跟他合作啦 所以就会弄那个那个video 就弄了坦克出来 当然需要一点时间了 OK目前我手上有一点资料不是很多 然后再来看 这个没有保证的啦 没有保证的 然后Yvonne你要讲啊 OK来我现在讲啊 你现在录起来啊 是这样子的 Risk呢 是你抗油吗 对吗 他本身呢 现在第二代的Risk呢 是因为机器的进化的关系 然后科学家 可能那个研发团队 他们很厉害哦 就在我们的这个 Risk本身里面就 有这个绞杀C OK 这个东西不是添加的 是本身天然 存在于这个米康培养米当中的 然后这个绞杀C呢 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东西 他呢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提供氧气 他把你水分子里面的氧气 你喝进去的水里面的氧气 拿出来给你的身体拿来用 所以在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怕 这个新冠疫苗 新冠疫情 这个疫情呢 最主要看你 你会不会病危 你会不会去那个ICU呢 首先是看什么东西 是看你的血氧 OK 看你的血氧啦 然后看你的这个呼吸困难这个程度 但你的血氧很低的话 低过 92%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就是属于危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靠 等等 然而呢 天然的脚砂系呢 它能够从你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水 里面等等的水分子呢 找到这个氧气呢 提供给我们的肺部 让我们能够 进行呼吸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原理 这个只是原理 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不幸有新冠肺炎的话呢 像我是 在这里 鼓励大家能够多吃 脚砂系 多吃了 你就增加了 以一方的方面来说 你可以找完一包这样子 好 我就讲完了 谢谢你 在这里看啊 期待下一行 不客气啊 不客气啊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发来这个YouTube啊 是讲疫苗的 OK 你们可以去听听啊 这个疫苗我应该是没有讲Johnson and Johnson 我没有讲那个AstraZeneca AstraZeneca我没有讲啦 OK 那个时候 不知道会有这个疫苗 所以我没有讲那个 我记得啦 基本上马来西亚 这个里面所用到的疫苗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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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都已经 全部都已经讲完在那堂课里面了 OK 要不顾服 什么意思 天堂 太热 呀 呀 呀 YES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把课 堂就到这里 好吗 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 还想还是想要交流 关于18672还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还想知道的话 当然 不要不要再问什么是18672啊 这个有video可以去看啊 你们有的 呃比较专业性的疑问的话呢 或者是呢 呃 真的是无法理解的疑问的话 你们可以来问我啦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杰尼不客气啊 杰尼 谢谢你们呢 干杯 给我喝水一下 哎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但目前来看了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人数也陆陆续续的减少了 那么好 我们就把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OK我们6月再见 OK5月 我剩下微信课罢了 剩下 组已经没有了 好吧 谢谢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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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